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少有人走的路》 失落的风险 失落的风险 前面已经说过 爱需要用行动来体现 需要与懒惰对抗 与恐惧较量 现在让我们从爱的行动 转向爱的勇气 爱意味着自我界限的拓展 也就是让自我拓展到陌生领域 再塑造出一个不同的崭新的自己 这一过程是自我完善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我们接触的是从未接触过的事物 通过与这些事物的接触 我们的自我便会获得改变 然而不熟悉的环境 不同的规矩 陌生的人 事物和活动 都可能使我们陷入痛苦 并由此产生恐惧 有些时候我们宁可拒绝改变 也不愿忍受改变带来的痛苦 此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勇气 勇气并不意味着永不恐惧 而是面对恐惧时能够坦然行动 克服畏缩心理 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 心智的成熟 也及爱的实质 需要勇气 也需要冒险 如果你定期去某个教堂做礼拜 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人 她将近50岁 每个周末上午 在礼拜仪式开始前五分钟 她都会准时来到教堂 坐在教堂后面靠边的椅子上 礼拜仪式刚结束 她就悄然起身 快步走向门口 主持礼拜的牧师来到教堂门口 跟每个人打招呼和寒暄 她却像幽灵一样 迅速消失地无影无踪 如果你主动接近她 并邀请她喝咖啡聊天 她会神情紧张地表示感谢 尽可能避免和你四目相对 她会歉意地告诉你 她另有重要约会 接着便一溜烟跑掉了 假如你跟在她身后 想看看她究竟有什么重要约会 最终你会惊奇地发现 原来她静止快步回到家中 这个女人的住处是一栋小型公寓 通常是门窗紧闭 她刚刚走进家门 就迅速把门锁好 直到下一次礼拜 才再次出现在教堂里 经过深入的调查 你得知她在一家大公司里 做打资源之类的基础工作 她听从上司的一切安排 很少发表意见 她在公司里默默无闻 工作也极少出现差错 就连吃午餐时 她也不会离开座位 与旁边的人进行交流 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总是一个人步行回家 途经超市 她会进去购买一些 日用品和食品 然后回到家里 再次紧闭门窗 直到次日上班时 才会再次出门 到了周末下午 她可能会独自去电影院 她在家里有台电视机 却连一部电话也没有 她也很少和别人通信 如果你有机会亲口告诉她 说她看上去孤独而寂寞 她会明确地回答你 她喜欢当前的状态 你问起她是否养过宠物 她会伤感地告诉你 她曾养过一条狗 她非常喜欢她 不幸的是 她八年前死了 此后 她再也没有养过狗 她会补充说 那只狗在她心中 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我们无法知晓她的秘密 我们只知她尽力 避免与人接触 不想冒险 与别人打交道 也从未想过要拓展自己的自我界限 去实现自我完善 她宁可让自己越来越萎缩 哪怕缩得像影子一样 她不愿为别人知晓 不愿受人打扰 除了上教堂做礼拜之外 她没有精神贯注的对象 精神贯注并不等于真正的爱 但毕竟是爱的起点 给予某种事物以精神贯注 可能面临拒绝或遭受损失 接近某个人 就可能经受失去对方的危险 让我们再次回到孤独寂寞的状态 如果对方是某种有生命的事物 不管是人 宠物 还是盆栽 都有可能突然死亡 如果信任或依赖某个人 就有可能因为对方的顽固 让自己受到莫大的伤害 精神贯注表面上的代价之一 就是你迟早要为贯注对象的 死亡或离去 让自己饱受痛苦的折磨 如果不想经受各种痛苦 就必须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事物 包括子女 婚姻 性爱 晋升和友谊 但唯有这些事物 才能够使人生丰富多彩 在拓展自我的过程中 除了痛苦和悲伤 你同样可以收获快乐和幸福 完整的人生势必伴随着痛苦 其中最大的痛苦之一 就是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逝去 如果你想避免其中的痛苦 那你恐怕只有完全脱离现实 去过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 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改变 成长和衰退的过程 选择了生活与成长 也就选择了面对死亡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 一直活在狭隘的圈子里 可能是因为经受过一连串死亡的打击 朋友和亲人相继离世 让她倍感痛苦 宁可放弃真正的生活 也不想再次面对不幸 她不想经受任何痛苦 由此放弃了心灵的成长 哪怕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但是因害怕打击而逃避 只会导致心理疾病 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 都不能清醒而客观地面对死亡 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死亡 不妨把它当成永远的伴侣 想象它始终与我们并肩而行 我们甚至应该像墨西哥的 巫师唐旺那样 把死亡当成最忠实的朋友 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怕 却可以丰富心灵 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 理性和现实 在死亡的指引下 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 人生苦短 爱的时间有限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和把握 不管正是死亡 就无法获得人生的真谛 无法理解什么是爱 什么是生活 万物永远处在变化中 死亡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肯接受这一事实 我们就永远无法体为 生命的宏大意义 独立的风险 人生是一场冒险 你投入的爱越多 经受的风险也就越大 我们一生要经历 数以千计乃至百万计的风险 而最大的风险就是成长 也就是走出童年的 朦胧和混沌状态 迈向成年的理智与清醒 这是了不起的人生跨越 他不是随意迈出的一小步 而是用尽全力向前跳出的一大步 很多人一生都未能实现这种跨越 他们貌似成人 或许也小有成就 但直到寿终正寝之际 他们的心里仍远未成熟 甚至从未摆脱父母的影响 获得真正的独立 我是幸运的 即将满15岁时 我迈出了这至关重要的一步 当时我隐约体会到了成长的本质 以及与之有关的风险 它带给我的体验 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不知道当时的举动 其实就是自我成长的体现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大步向前 迈向了未知的崭新天地 13岁时 我在离家很远的 菲利普斯埃斯特中学就读 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 男生育科中学 我的哥哥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 也是公认的明星中学 学校毕业生大多 都会考入长青藤名校 毕业后如愿步入社会精英阶层 拥有这所明星中学的教育背景 人生之路可谓一片光明 我的家境还算富裕 父母有财力 让我接受最好的私立教育 这使我充满了安全感 奇怪的是 我刚刚进入中学 就觉得与那里格格不入 那里的老师 同学 课程 校园 社交 乃至整个环境 都让我难以适应 似乎除了努力学习之外 我并没有任何选择 经过两年半的努力 我越发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 情绪也更加消沉 最后一年 我几乎整天睡觉 仿佛只有睡觉 才能带来舒适和自由 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整天昏睡 可能恰恰是潜意识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跨越做准备 三年级寒假 我一回到家 就郑重向父母宣布 我不打算再回那所学校了 父亲说 你不能半途而废 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 让你接受那么好的教育 你不明白 自己放弃的是什么吗 我也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 我回答说 可是我不打算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想罚去适应他呢 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 我的父母问 我不知道 我沮丧地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他 我只知道 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既然如此 那你告诉我们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好像没把将来当一回事 你有什么样的个人计划呢 我依旧沮丧地说 我不知道 反正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父母大为惊慌 只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我患了轻度抑郁症 建议我住院治疗一个月 他们给了我一天时间 让我自行做出决定 那天晚上 我痛苦不堪 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 既然医生说我患有抑郁症 那么住进精神病院 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我哥哥在那所学校很适应 为什么我却不行呢 我清楚我无法适应学校 完全是自己的责任 于是觉得自己是个低能儿 更糟糕的是 我觉得自己和疯子没有两样 父亲也说过 只有疯子才会放弃 这么好的教育机会 回到埃斯特中学 就是回到安全正常的环境 回到被社会认可 对个人前途有益无害的道路上 可是我的内心却告诉我 那不是适合我的道路 就眼下看来 我的未来非常迷茫 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 放弃上学 势必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 我该怎么办呢 我执意离开理想的教育环境 是不是果真精神失常了呢 我感到害怕 就在沮丧的时刻 仿佛神域一般 我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来自潜意识深处的声音 人生唯一的安全感 来自于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 这声音给了我莫大的启示 尽管我的想法和行为 与社会工人的规范不符 甚至使我看上去像个疯子 但我应该选择自己的路 于是我终于安然睡去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见心理医生 告诉他 我决定不再回埃斯特中学 宁愿住进精神病院 就这样 我纵身一跃 进入了未知的天地 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 自行掌握我的命运 成长的过程极为缓慢 除了大步跳跃以外 还包括进入未知天地的 无数次小规模跨越 例如八岁的孩子 第一次独自骑车 到遥远的郊区商店购物 十五岁的孩子 第一次与异性约会等 如果认为这些经历算不上冒险 那你显然是忘记了 当初经历这些事情时 心中那种强烈的紧张感和焦虑感 即使是心理最健康的孩子 初次步入成人世界时 除了兴奋和激动 想必也不乏迟疑而胆怯 他们不时想回到熟悉而安全的环境中 想变回当初那个凡事依赖别人的幼儿 成年人也会经历类似的矛盾心理 年龄越大 越难以摆脱久已熟悉的事物 已是不惑之年的我 现在每天还会面对新的挑战 同时也是新的成长机遇 心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经历过各种小步迈进 偶尔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步跳跃 我离开埃斯特中学 无疑是告别传统的价值观 很多人从未有过大规模的跳跃 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个成年人 心理上却仍对父母有很大的依赖性 他们研习上一代的价值标准 做任何事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 即使父母早已离开人世 他们心理上仍旧难以摆脱依赖的情节 他们从来就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大幅度的跳跃 大都出现在青春期 但实际上这种跳跃 也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阶段 有一位35岁的女士 她有三个孩子 她的丈夫独断专行 以自我为中心 长时间生活在这种阴影下之后 她终于意识到 由于对丈夫和婚姻过于依赖 她已经被耻夺了一切人生乐趣 她曾想通过努力让婚姻变得正常 但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她鼓起勇气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 忍受着丈夫的指责和邻居的批评 带着孩子离开了家门 她冒着风险 走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恰恰从这一刻起 她有生第一次成为了她自己 还有一位52岁的企业家 她经历过严重的心脏病 情绪极为消沉 她回顾追名逐利的一生 觉得那一切毫无意义 她意识到长期以来 她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着 她所做的一切 无不是为了取悦她的母亲 她那既专制又挑剔的母亲 她一生拼命苦干 只为得到母亲的认可 按照母亲的标准塑造自己 经过深思熟虑 她第一次抗拒母亲的意志 也不顾妻子和儿女的反对 到乡下开了所专营 老式家具的小店 到了她这样的年龄和地位 进行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 心中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 可是她还是表现出超人的勇气 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 当然这也得益于 她能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 接受心理治疗 未必就会降低成长的风险 心理治疗的价值在于 她能提供恰当的激励 给予患者足够的勇气 让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心智的成熟 除了爱和自我完善 除了突破自我界限 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事例 都涉及了这一因素 自尊自爱 原因是 首先敢于追求独立自主 本身就是自尊自爱的体现 我尊重自己 才不愿得过且过 去维持在埃斯特中学的 可怜状态 也正是因为尊重自己 我才不想忍受 不适合我的成长环境 同样 家庭主妇真爱自己 才结束了限制自由 压抑人性的婚姻 企业家懂得关心自己 才不再如过去那样 凡事只为满足母亲的要求 这样一来 她才没有精神崩溃 乃至选择自杀 其次 自尊自爱不仅是 接受挑战的动力 也是勇气的来源 我的父母很早就传达给我 这一信息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有价值的人 他们告诉我 你是我们所爱的孩子 你是可爱的人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努力 而且敢于冒险 我们始终都会支持你 爱你 父母的爱给了我安全感 教我懂得什么是自尊自爱 没有这种自尊自爱的建立 我就没有勇气自主选择前途 就会漠视需要抹杀个性 一味被动地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模式 一个人必须大踏步前进 实现完整的自我 获得心灵的独立 尊重自我的个性和愿望 敢于冒险进入未知领域 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 使心智不断成熟 体验到爱的至高境界 我们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 绝非仅仅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 放弃真正的自我 我们就无法进入爱的至高境界 至高境界的爱 必然是自由状态下的自主选择 而不是墨守成规 被动而消极地抗拒心灵的呼唤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个星期呢 我们再继续下一个章节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 再见